议长选举周末结束了 McCarty 终于拿下了众议院议长的职位 而且保守派也得到了我们在国会应该要有的权利 今天来想一下 我们得到了什么 其实不是得到 是夺回什么 民主党控制国会 彻底改变了国会投票规则 众议院这两年几乎都是在线上投票的 其中一个夺回的就是 你们这些议员该好好的上班 该去华盛顿的就去华盛顿 不准偷懒 你在家偷懒 其实在偷窃我们纳税人的钱跟时间 第二个新闻是 当那20个保守派议员出来抵制McCarty 的时候 共和党建制派其实是很不爽的 甚至有人直接说那20个人是恐怖分子 terrorist 挟持着国会 在美国以及所有西方国家都把持着 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只能击毙 他这句话代表了什么 现在出来道歉又是为了什么呢 新的一年新的国会 好像一切都在这个拜登政府乌原密布的两年中 好像有了曙光了 就连宪法第二修正案都有了崭新的进展 或许因为这个违背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政令 是川普时期的政令 所以拜登政府也一定要推翻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权利又回来了一点点 今天最后一个新闻是来自德州 发生了一个持枪抢劫的案件 里面有个英雄人物 当场击毙了歹徒 而且把抢来的钱全部归还了给被抢的人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又代表了什么 今天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在我们开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从来就没有跟Google 或是YouTube的广告上面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支持的 我们需要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世代 要由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一起抵抗我们文化价值观 一直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和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周末最大的新闻就是 McCarty终于在第15次投票中 获得了众议院议长的职位 其中有一个一直坚持 抵制McCarty当议长的众议员 叫做Chip Roy 这个人是我一直以来 都最喜欢的众议员其中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 Chip Roy上了CNN的解释 这一次保守派 在抵制建制派的行动当中 到底得到了什么 Well first of all you know let's remember that a little temporary conflict is necessary in this town in order to stop this town from rolling over the American people I don't think anybody on either side of the aisle could say with a straight face that they think that Washington is doing good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on a regular basis and isn't broken we have to work to fix this place and look some of the tensions you saw on display when you saw some of the you know the interactions there between Mike Rogers and Matt Gaetz you know some of that is we need a little of that we need a little of this sort of breaking the glass in order to get us to the table in order to figh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change the way this place is dysfunctional so this all started going back last summer we wanted rules to open this place up we wanted more transparency we wanted more openness more ability to add amendments to the floor so for example you ask what else did we get we got amendments to be able to i'm sorry we got the ability to offer amendments on the floor of the house during appropriations that will open it up again we haven't done that so since I've been in congress I've not been able to offer an amendment on the floor so this was a long-term we even a long-term we made more we can't be able to it from the floor we can make use of the we'll be able to we can make a new people for the i a we can make the we've got a we need a g we can make a 那這其實跟我上一個影片講的差不多 就是共和黨內的建制派 還有左派 還有所有媒體在那邊說的這些 保守派 極右派 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連川普都支持McCarty了 這些自由聯盟的人還在堅持什麼呢 這個是那些建制派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把McCarty放到權力的位置 然後殲滅保守派的聲音 讓共和黨回到小不息的共和黨 最常聽到幾個就是 你這20幾個人是來亂的嗎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要什麼東西 亂投票 萬一最後民主黨當上議長的話怎麼辦 事實上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要什麼 Chip Roy剛剛只講到了一個而已 保守派得到的裡面還包括 保護美國南邊邊境的這個計劃 還有停止國債不斷上升的政府支出政策 赫止所有新冠肺炎時期定出來強制的規定 一直在花錢在這個疫情上面的支出 還有一個國會的調查小組 來調查FBI還有聯邦政府使用這些政府部門 來打擊保守派的證據 還有一個任期限制 還有每個法案在投票前至少有72個小時 來點閱法案的內容 還有法案可以單一投票 不能就是一個法案 然後4千頁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裡面包羅萬將什麼東西都塞進去 然後塞一堆亂七八糟的這個不必要的東西 還包括自由聯盟跟保守派在各個國會的小組裡面的聲音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湊到五個人就可以提出驅逐議長的權利 現在不管這些建制派的人怎麼說 就說什麼 你看這些人好丟臉好噁心 你們在分裂共和黨嗎 保守派這20個人最終得到了他們的東西 把權利還給民意代表 把權利還給人民 這20個人是被所有的人攻擊的 被所有的人唾棄的 就連建制派裡面的保守媒體Fox News都這樣子 Sean Hannity請Lauren Balbert上節目 結果根本不讓他說話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是一時間你去年和你去年和你做的 他人家的財政派的人 看著他有200了 和你20 我承諾他人的凡人 我承諾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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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承諾他人 我們聽到很多人 都在跟他人們 都在做什麼 何人都在做什麼 你們都在做什麼 他們都在做什麼 所以他們在做什麼 我們都在做什麼 他們都在做什麼 他們都在做什麼 你請他上節目然後完全不讓他說話 然後說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我的問題就是你們應該要閉嘴啊 然後讓McCarthy當選啊對不對 不是Sean我們要求的是沒有啊 你們想要什麼嘛 你說出來嘛幹嘛浪費大家時間呢 你們只有20票有什麼資格談判 然後Lauren Balbert就上了Daily Wire的那個節目 上Michael Knowles的節目 那個節目讓他說話之後 一切就很清楚了 整個事情的經過 McCarthy本來是認為說自己不需要這20票的 他以為會有紅色海嘯 之後紅色海嘯沒發生 他回來找這幾個自由聯盟的人 保守派的需求要求請求 還有為什麼 這些全部一字排開 這些保守派的人是有計劃的 而且他們的計劃這次很成功 他們沒辦法停止 McCarthy當上議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沒有一個人想要當議長 這也是為什麼 Matt Gates那時候會提名川普 因為就是一個玩笑 他只是想要McCarthy聽到說 沒有這些保守派沒有他們的認同 McCarthy不可能當上議長 因為說實話這個樣子產生出來的議長 情形非常糟糕 在這個情形當一個半吊子的議長 一個妥協的議長 會把他的政治生涯全部毀掉 例如像說Jim Jordan Jim Jordan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 我不可能接受這個職位 Jim Jordan做這個決定是有前車之鑑的 大家還記得Paul Ryan嗎 2015年的時候 共和黨黨內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當時的議長John Boehner退位了 然後Kevin McCarthy就應該是理所當然 共和黨眾議院的接班人 當時保守派的人堅決反對 認為說McCarthy他太常跟左派妥協了 那我們就來一個黨內妥協的人 然後這個人就是Paul Ryan 這個人保守派的人不討厭 同時又是建制派 Mid Romney當時選總統的時候的副總統 之後Paul Ryan就接受了這個建議 結果Paul Ryan整個政治生涯就毀了 建制派完全唾棄他 你怎麼可以跟這些 no need no cool的保守派的人談條件 保守派的人也不喜歡他 我們都已經同意你當議長了 結果你為什麼什麼都幫著建制派的 現在Paul Ryan整個人基本上就消失在政壇 所以Jim Jordan還有一些被提名的人就說 我不要我不要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我要來做我來國會做的事情 我的目標很明確 我要在司法小組繼續盤問政府月權的事情 我要做這個做那個參加這個小組那個小組 所以說除了McCarthy以外保守派沒辦法提出一個比較好的人選 第二個選擇就是他們選McCarthy 但是要從McCarthy那邊得到他們所有他們需要的政策 還有開會模式 然後他們支持McCarthy 這個就是他們最終得到的 所以這次眾議院的議長爭奪戰 保守派是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 那接下來會怎樣呢 建制派左派右派的主流媒體 除了Tucker Carlson以外 全部都在那邊說那個什麼 這個實在是太丟臉了 簡直就在分裂共和黨啊 好羞恥哦 在那邊打內戰 共和黨到底什麼都做不到 全國全世界都在看我們的笑話 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煮熟的鴨子 都在嘴邊咬住了還被偷走呢 然後呢 我一開始就說 其實不會怎樣 沒有議長跟平民老百姓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還有好處 在美國把自己的目標跟定義搞清楚之前 國會停擺是最好的事情了 方向不清楚的國會 只會被左派牽著鼻子走 我在大選之後的一個星期 就是大選結束後 馬上就說議長投票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選戰 如果說各位還記得的話 是一個共和黨的內戰 保守派跟建制派的爭奪戰 然後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國會辯論也很激烈 然後我們也聽到保守派的人指控 McCarty 是史上最大的 Rhino 最常為了自己的利益跟權利 跟民主黨妥協的人 然後支持McCarty那些人 我們也聽到了很難聽的東西 其中一個最誇張的就是 選舉時候弄了個什麼英雄聯盟的廣告 砸了很多錢 我們還收他很棒的那個獨眼龍 他直接在上面指控保守派是 terrorist 恐怖分子 然後現在談判結束了 OK 抗爭結束了 然後 Dan Crenshaw 上CNN 沒錯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上CNN 跟 Chip Roy一樣 上CNN說 對啦 或許我不該這麼說啦 這麼說或許我比較過分啦 好,我確實在想要是 相關於一個人的信心 我其實對於那些人 你對於那些人 更多我跟那些人 你開放了一句 我對於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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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那些人 就說了 但是 其實,他們說來的 那些人 是很明顯 是在訓言 那些人 是在訓言 是在訓言 intransient negotiations i look i've got pretty thick skin i'm called awful vile things by kind of the very same wing of the part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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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ighting i was fighting at that moment so i was a little taken aback by by the uh sensitivity yeah by the sensitivity of it but um to the extent that i had colleagues that were that were offended by it i sincerely apologize to them i don't want them to think i actually believe they're terrorists it's clearly a turn of phrase that you use and what is an intransient negotiation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e reason that you know the 200 were so upset was because we felt we had already come to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now this was not new we had this stuff and and early on in that week before we take it a single vote you know in a in a conference with everyone there kevin mccarthy had asked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is group you know what else do you want let's let's make this work what else do you want and they couldn't answer in that moment and that was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 a lot of people that was what created all of that animosity throughout the week because it's not as if we were fighting over something it wasn't as if we were trying to stop them from getting something that they wanted it's that we didn't know what they wanted so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chip roy and i will disagree on and there's gonna be different narratives under under whose fault that was in the negotiation table but i agree with everything chip just said i just listen to that whole interview um chip and i are good friends and i absolutely agree that the that the new rules and the new way of doing business is good yeah uh uh you 國會的恐怖分子啊呃没有啊我们在辯論啊大家都在情绪上嘛对不对我 同意你们说的观点就只是就只是辯论嘛我好像听过另一个政治人物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 我认为你这么高兴的优优, 在你这些优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现在你都似乎是朋友。 它是一谈论。 不全都会被刺激的优独,像你也认为了。 它是一谈论。 所以你不想说。 它是一谈论。 整个原因是一谈论。 它是一谈论。 我明白了。 它是一谈论。 不过我也觉得Dan Crenshaw出来道歉, 这已经是在政治上面大概最好的道歉模式了。 而且他也没有像Kamala Harris一样, 就是巫婆笑完之后就飞走了。 他还真的道歉了。 我同意指控自己同一个政党的人恐怖分子有点超过我, 而且只会被左派拿来攻击共和党而已。 政治辩论有的时候会讲到这种东西, 我了解。 在国会里面争权夺利, 我了解。 华盛顿DC, 美国宪法的设置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政治人物, 为了人民的权利来争权夺利的。 三权奔利本来就是要来制衡政府的。 只因为几个保守派的人让国会停滞了几天, 天不会塌下来。 Sky is not gonna fall, 不会世界末日, 更不会美国政府崩溃。 最长的议长投票时间是第34届, 1855年。 投票投了两个月, 投票投了133次。 目的就是要让议长放弃更多的权利, 还给议员跟人民。 没有议长, 每个州都还是有州议会。 FBI, CIA, 五角大厦的经费, 所有联邦政府的经费, 去年都已经投票投完了, 美国不会因为没有议长, 就停滞运作了。 太阳还是会继续出来, 你还是要继续上班, 每个月月初还是要付房贷, 还有车贷,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Dan Crenshaw说的很好, Look, I got thick skin. 听好, 我脸皮很厚的。 当然他是个前美军海豹小组的成员, CL Team, 基本上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有 thick skin, 脸皮都要很厚。 Kevin McCarthy, 脸皮真的很厚, 选了4次, 不怕, 继续选。 包括我们这次支持的勤政国, 还有那些U First那些人, 他们的脸皮就是都要很厚的, 这就是我们希望他们帮我们去做到的事情。 他们不轻易动怒, 在生气的时候也要很冷静, 被攻击的时候不能跟我们一样, 录个什么看看留言吧, 而且他们不可以放弃, 不可以妥协。 当众议员议长, 第一个挑战就是, 你能不能拿到足够的选票。 Kevin McCarthy, 最后拿到了足够选票, 他做到了, 而唯一能拿到足够选票的方式, 就是跟保守派妥协。 要记得, 一开始Kevin McCarthy的想法是, 他不需要这些保守派的, 他不需要这些MAGA的人, 不需要自由联盟, 因为会有红色海啸。 Nancy Pelosi当了议长这么久, 创造出来一个超级大的权力, 超级大派的议长。 如果他可以跟Nancy Pelosi一样, 不用在乎党内的声音有多棒, 结果红色海啸没发生。 他最后必须要这些保守派的人的票, 他需要跟保守派的人谈判。 也就是说, 他一开始的自大, 导致了议长选举停摆。 他一开始赌错了, 然后就要付上代价。 然后这个代价, 反而让保守派的国会议员, 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权力跟声音。 这个对共和党来说是好的, 对美国人来说是好的。 现在结束了, 我们可以拥抱道歉, 相见一笑敏恩仇。 现在我们有了共事了, 有了正当的体制, 我们的敌人是民主党, 是左派的议程。 现在我们就来好好的开始工作, 制定一些保守派的规定, 调查民主党过去这几年, 利用联邦政府做的事情, 公开行政院跟联邦政府部门的腐败。 这个非常棒, 非常好, 是一个保守派的胜利。 那说到胜利, 我们这边又有一个非常大的胜利了, 而且这是关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 上个星期五, 联邦的法院, 撤销了一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禁令, 就是Bumbstock, 撞火枪托。 这个是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那个时候, 川普禁止的东西。 那与其我在这边解释, 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这是一把普通的半自动步枪, 这个Bumbstock可以把它改成, 类似全自动步枪的一个工具。 然后,你把它改成, 看来, 看来这边的方向是这样的方向。 所以,你来到你的手指上, 但当你把它改成, 然后,它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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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那裡 我很愛川普 我認為他當總統的時候 做了很多好事 其中有幾樣是不OK的 其中就是這一項 他要求ATF這個組織 直接禁止了Bumb Stock 不是因為我認為槍要可以連發 不是我自己想要Bumb Stock 是因為川普當時禁止Bumb Stock的時候 是沒有通過任何合法的程序的 而且起開了一個ATF 不需要透過合法的立法程序 就可以直接禁止一個東西 等於就是川普給了ATF 更多不合法的權利 Bumb Stock只是裝了一個東西 讓你的AR-15可以開槍速度變快 但是射得非常不準 當時不只是當時 就連現在對於機關槍 Automatic Fire 跟半自動步槍 Semi-Automatic Fire 很多人是不了解的 這兩個的差別就是 你摳板機的時候 你摳一下子彈發出去一顆 叫做半自動 然後你按著板機 然後子彈就一直出來 那就叫做全自動的機關槍 那Bumb Stock 只是用半自動的射擊方式 然後讓整個槍來回震動 所以還是摳一次板機 發一個子彈 而且如果你會用的話 你不需要Bumb Stock 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效果 -我們要教你方向Bumb Fire -然後再次做一次 Bump -你會把那裡放在刃盤 -撐著刃盤 -撐著刃盤 -然後引擎 -會導致刃的刃 -Yeah - Yeah - Let's give it a try 那這個開槍的模式 我是玩過的 OK 射擊非常的不準 基本上只是浪費子彈而已 然後那時候還是pandemic 一顆子彈那時候快要一塊錢 而且這個射擊模式 是很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所以真的就是一個 浪費子彈的一個玩具 也就是說Bumb Stock 一開始就是一個非常不實用 而且又浪費錢的玩具 基本上沒有真正在玩槍的人在玩 不過就算是這樣 就算我不喜歡 我不支持 我也認為如果要禁止的話 應該要透過合法的正當程序 禁止才可以 然後這次聯邦的法院 就推翻了這次川普時代 對於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攻擊 而且票數是13比3 所以這是一個憲法第二修正案 很大的勝利 我覺得現在共和黨掌控的眾議院 我認為未來會有更多支持 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法律會出來 而且推翻掉很多州 攻擊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決策 因為持槍權對於一個自由的國家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來這個新聞是來自於 德州的休士頓 一個持槍的顧客在一間 Parkle Shop 墨西哥捲餅店吃飯 當場擊斃了一個到店內搶劫的搶匪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報導 放心 這個是新聞片段 所以都有處理過 警察 昇下了一群人的老闆 警察發現了一群人的 警察 被人家中泛了一群人的 警察 被人家中泛了一群人的 爭取了一群人的 和群人的群人的 大群人的群人的 座植, 猛四人的 然後把錢取消了,把錢送給伴侶 然後把他發生了一個驚喜的驚喜 警察使用的武器是假的 監視鏡頭照片顯示外面的男人 這個搶匪怎麼會拿個玩具槍在德州搶劫 在加州的話,或許還會有人怕你 但是在德州耶 而且他不是只是去搶那個店家而已 他是去搶那個店家裡面所有的顧客 要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你至少要搶個什麼珠寶店吧 一個路邊的餐廳裡面大概只有五六個客人 拿著玩具槍 那個老頭子就是一看就知道 他的姿勢正確,反應也非常正確 選擇一個最安全的時候出售 然後他把他走到歹徒那個地方 把那個歹徒搶的錢 全部還給了當場的顧客 然後這個人拿著他的槍 走到了外面的卡車上面 跟黃昏三嫖客裡面的Clan Eastwood一樣 向著夕陽揚長而去 當然沒有那麼誇張 然後現在警察在找他 報導上面說要請他來警局回答一些問題 就算整個過程全部都拍得一清二楚 我不知道警察還有什麼好問的 這個人不但正當防衛 自我防衛 而且還保護了店裡面所有的人 這麼明顯 但是警察還是要請他 道案說明 現在左派媒體要說要起訴他 因為那個嫌犯是用玩具槍搶劫的 沒有造成任何人的生命危險 也沒有直接真正的威脅到任何人的生命 這個就是目前的運作模式 政府只會同情壞人然後打壓好人 如果你打砸搶的話 應該是要被原諒的 或許你窮或許你身不由己對不對 你拿著槍威脅別人的生命 只是為了你的生活 大家應該要很同情你 你只是一個這個失敗的社會系統 資本主義下面的犧牲者 但是如果你保護自己 抵抗這些拿著槍的歹徒的話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了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些都挪開一下 我們討論這個新聞幹嘛 因為這個新聞顯示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忽略的事情 就是不要亂開玩笑 你在那個地方亂鬧 你有一天是會被解決的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最可憐的 而且最愚蠢的就是這個嫌犯 他拿著一把玩具槍 可能是BB槍 所以這個人衝進一間餐廳裡面 牆裡面的顧客 第一個 他不想要被抓到的時候 警察可以說 你是拿著殺人的武器 第二個 他不想要因為這個威脅被起訴 因為玩具槍怎麼可能威脅人 第三個 他不想殺人 他很明顯的沒有想要殺人 如果他真的是為了那幾塊錢 想要殺人的話 那他就會拿一把真的槍去了 或者是拿刀子像證潔一樣 台灣捷運的證潔一樣 但是他沒有想要殺人 他只是想要嚇人 嚇到一個程度 認為說那些人會把身上的錢給他 然後他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如果你是在那個餐廳用餐的Clean Eastwood的話 你看到的是一個暴徒 拿著槍指著每一個人的頭 指著你的頭 然後或者是在威脅你說 把你的錢交出來 不然我一槍斃了你 你必須要有這個能力來反抗 你必須要保護自己 你需要保護你身邊的人 你看到的就是一個持槍的搶劫犯 在搶劫 這告訴我們 如果你要威脅別人 你就要有能力去承擔你威脅的後果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那你就是把自己放到一個更危險的處境 這個是我們這個國家 常常在做的事情 也是我們這個世代常常出現的行為 我們會以為我們的行為不會有任何的後果 不只是左派BLM打砸搶 或者是Nancy Pelosi去台灣 還是拜登免費送武器 甚至遠程搗蛋去烏克蘭 右派也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常常講說什麼 內戰會發生 這是一個文化戰爭 做完這個之後有人就問我說 你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以毒攻毒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這不是聖經嗎對不對 你不覺得我們應該要把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升級到一個正面衝突的情況嗎 我只能說就是 你真的準備好要內戰了嗎 我必須說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不認同什麼 加州脫離美國 德州脫離美國 然後把美國分成保守派的美利堅合眾國 另外一邊就是左派的美利堅人民共和國 讓他們去搞他們的共產主義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和平分裂的 沒有一個獨立是沒有戰爭的 很多人說他們準備好了 然後他們願意這麼做 但是 你願意開槍打死你自己的表弟嗎 你願意開槍打死你自己的哥哥嗎 你願意跟你爸爸在巷口那邊開槍互拼嗎 我必須說 我還沒有絕望到那個地步 所以在這邊說什麼 內戰大逮捕 只要川普就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支持川普 就算他無限的獨裁 只要川普可以當選 墮胎不重要 同婚不重要 憲法不重要 基督信仰不重要 那些人 其實就是跟拿著BB槍去搶錢的人一樣 亂開玩笑 做事沒有經過大鬧 就會有很可怕的後果 所以如果我們是認真的話 就算要威脅也是要有策略的威脅 一開始提到這個國會 我知道沒有眾議院議長幾個月不會怎樣 而且這20個人有明確的目標 很清楚 他們知道他們要什麼 他們很認真 你如果不同意這些條款的話 我們就絕對不會讓 Kevin McCarthy 當議長 不像那個 Rhino Dan Crenshaw 一樣 這是 debate 只是在辯論 或是在情緒上 我說你們這些是恐怖分子 只是一個比喻 是從那個metaphor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至少西方國家都有一個規定 就是恐怖分子只能歼滅 不能談判 如果在政治層面威脅人的話 就需要足夠的票數 才可以造成威脅 這個樣子才可以談判 問題就是 我們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像拿著BB槍的人一樣 OK 愛國者飛彈送去烏克蘭 M1 Abram坦克送去波蘭 英國在俄羅斯境內進行恐怖攻擊 但是北約真的準備好要跟俄羅斯拼了嗎 真的要準備好就是核彈互射了嗎 俄羅斯跟伊朗簽合約 然後跟中國大陸簽合約 但是他們真的準備好要跟北約拼了嗎 或許也還沒有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事情的話怎麼辦 真正出現了一個Clan Eastwood 開槍了之後怎麼辦 就會等到最後被避命了之後 才會知道手上拿著是把BB槍 那說了這麼多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準備好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身邊的人 那位Clan Eastwood的光頭大叔 做得非常棒 而且是必要的 美國可以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為什麼 美國亂的都是民主黨的州 很大原因就是因為 美國有憲法第二修正案 憲法第二修正案存在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可以保證 沒有人可以不尊重別人 每個人都要彼此尊重 就連政府也有義務要尊重人民 如果政府越舉了 衝進來透過稅收搶錢 或者是壓迫你 讓大白衝進你家 你可以執行你的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權利 如果沒有憲法第二修正案的話 憲法其他人權法案 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就連美國憲法跟獨立宣言 都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保護 這就是為什麼憲法第二修正案 這麼重要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我們會員專屬的 Discord社群內 設立了一個憲法第二修正案愛好群 這個群不只談論槍支 還有槍支的法律 還有為什麼要有這些法律 還有如何使用槍支 對我來說 週末最好的活動 就是可以跟著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去打槍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想要這麼做 所以如果你是我們的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參加在我們的 憲法第二修正案社群裡面 而且這次要再次聲明 這不只是一個槍支的社團 更不是一個暴力的社群 只是一個社群內 大家有同樣的價值觀 有基督教的信仰 有保護家庭的信念 槍對我們來說 不是一個威脅的武器 而是一個守護家園的盾牌 是守護人權的權杖 是維持自由的底線 我們知道第一個 槍不是邪惡的 馬太福音15章19節 因為從心裡發出種種的惡念 殺人、通奸、淫亂、偷竊、做偽證、毀謗 我們知道 邪惡是從人的內心發出來的 邪惡的是人 創世紀第三章 出生在世界上的第一個人 該隱 就用石頭殺死了第二個出生的亞伯 OK 邪惡是從該隱的內心出來的 不是因為那個石頭很邪惡 第二個 自我防衛代表我們尊重人的神明 創世紀九章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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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義務要抵抗那些殺人的人 因為我們要保護神的形象 出埃及記二十二章第二節 人若遇見賊挖窟窿 把賊打了 以至於死 就不能為他有流血的罪 更是把私有財產 當成了人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而且就連耶穌 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七節 都說有錢包的應當帶著 同樣有行囊的也應當帶著 沒有刀的應該賣掉自己的外衣去買一把 都告訴我們 我們要有防身的武器 而且我們基督徒知道 我們手中的武器 是唯一抵制暴政獨裁唯一的利器 西伯來書十章二十五節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停止聚會 我們不可以停止敬拜神 而且有眾多的跡象告訴我們 政府都想要驅逐神 包括美國的政府 你看加州就這個樣子了 然後讓我們去敬拜祂 很多基督徒會用羅馬書十三章 一到七節那邊跟我們說 我們要完全順服掌權者 沒有權品不是來自於神的 我在這邊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你有權利保護你的家庭 你有權利要守護神給你的家庭跟財產 因為羅馬書十三章同一個地方 第四節那個地方也告訴我們 因為祂是神的用人 是與你有益的 你若作惡卻當懼怕 因為祂不是空空的配件 祂是神的用人 是深淵的刑罰那作惡的 政府也是人 我們也是人 也是神的用人 我們不是空空配件 我們是神的用人 是深淵的刑罰那作惡的 我們的權利就是在我們的家中 神給我們的義務就是保護我們的家園 所以如果跟我們有同樣信念的會員 趕快來加入我們的Discord 參加憲法第二修正案的社群 還沒有加入我們會員的 但是跟我們有相同理念的 相同信念的 歡迎你趕快來加入我們 讓我們可以一起成長 一起茁壯 一起用我們的力量 保護我們的家庭 保護我們的國家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